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收到恐嚇郵件 特首辦發言人嚴正檢責 政府總部人員早上例行檢查郵件時 發言一封寄給林鄭月娥的信件中 附有刀片,並且帶有恐嚇的內容 相關人員報警處理 據了解封信是本地郵件 內容提及反修例事件,要求放人 特首辦說,香港是法治社會 絕不容忍暴力和恐嚇等違法行為 如果任何人以違法手段 既圖影響行政長官 或者其他公職人員履行職責 特區政府必定會嚴肅跟進 將不法之徒誠之於法